超强台风苏拉烛逐步靠近 香港天文台会在今日31 下午30至50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 并会是呼拉的强度 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的风力变化 明日一日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11、30由于风苏拉烛逐渐逼近本港 码头闸口交收服务包括 柜急重柜将于下午5时正停止 09、30日本气象厅预估 拉会在9月1日到2日最靠近本港 其预测路径将直香港 09、15内地中央气象台早上6时发布台风红色域 预计指超强台风苏拉逐渐向广东东部一带沿 靠近强度缓慢减弱 并将于明日下午至夜间 在东会来到香港以一带沿海登陆 强度为强台风及超强台风 也有可能在广东东部近岸海面向西方向移动 04、45随着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 该区风会逐渐增强 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30至5时 兼改发3号强风信号 海面有涌浪 市民应远离 编辑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按照现实预测路径 苏会在明日9月1日至后日9月2日相当接近珠江口1 本港会有狂风骤雨 风势进一步增强 苏拉议会沿岸低洼地区带来风暴潮 天文台会是呼苏拉强度 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的风力变化 在明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市民请留意新天气预报 01-45过去数小时 苏拉继续稳定地向西偏西移动 横过南海东北部 而本港高地间中吹风 按照现实预测路径 苏拉会在今早仍于本港持超过300公里距离 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中午维持 海面有涌浪 市民应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 上活动 随着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 该区风势逐渐增强 天文台今日稍后会改发3号强封信 预料苏拉会在明日9月1日至星期六9月2日颇为街 珠江口一带 本港会有狂风骤雨 风势进一步增 随后苏拉可能受东北季后风及热带气旋海魁 想 其路径及强度仍有变数 市民请留意最新天预报 17-45按照现实预测路径 苏拉会在今晚至明早于本港维持超过300公里距离 1号戒备信号会在日31日中午前维持 随着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 文台明日稍后会改发3号强封信号 预料苏拉在周五至周六9月1至2日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 本会有狂风骤雨 风势进一步增强 随后苏拉可能东北季后风及热带气旋海魁影响 其路径及强 仍有变数 17-40台风苏拉来是汹汹 天文台于下午17时40发1号戒备信号 并预料星期五9月1日至星期六9 2日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 届时本港风势颇大吉 狂风骤雨 16-30澳门气象局下午4时半发出1号风球 观报道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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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在下午4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高雄以南约240公里 预料向北偏西移动 时速约15公里 横过南海东北部 同时 带风暴海魁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约980公里 预料西北移动 时速约22公里 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天文 预计周五级周六 吹北至西北风5-6级 离岸极高 尖中达8级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量有参加